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中国酒魂焚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说三国当中的女人 咱们很多观众朋友说三国里头女人 可能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三国是男人戏 你看里头的主角一开场 燕桃源豪杰三杰义 刘关张到后来曹桃孙谦袁绍 刘园书基本上都是写男人 那么不等于这样的小说里头就没女人一点事 有 而且往往越是男人戏多的时候 偶然出了一个女人 可能对这个小说来说就是个奇风突起的关键所在 那咱今天就给大伙说说三国里几个很特殊的女人 而且这些女人在历史真实当中 和大家三国演义里看到的还不大一样 在三国演义中有无数女人的形象 可是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去聊聊不见 为什么罗冠中不嫌女人 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女人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她们身上又有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三国争的女人们 咱们说三国女人大家先想到谁呢 恐怕99%的男同胞会想到貂蝉 为什么 貂蝉漂亮了 我小时候看三国 看到貂蝉这我也愿意看 人家这有那画片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咱都知道是谁 貂蝉 王昭君 杨贵妃 西施 而且有那么八个字 形容这四位 叫沉鱼落雁 碧月修华 说这四位长得漂亮 这个碧月 说貂蝉 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这个貂蝉呢 出生之后 他家附近呢 山谷里的桃花杏花啊 开了就谢 开了就谢 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呢 说天上的月亮 哎 见着貂蝉 咱不有说法 叫貂蝉拜月吗 说貂蝉这个十来岁 亭亭玉立的少女 焚香拜月 这月亮从云彩里出来 看着貂蝉 月亮里有谁呢 有嫦娥 嫦娥长得漂亮 她又不漂亮 猪八戒能犯那么大错误吗 是谁 所以这嫦娥 在天上一看 哎呦 这貂蝉比自个儿漂亮 不好意思了 自溜 钻到月亮里头去 然后这月亮 钻到云彩里头去 这叫貂蝉呢 这是她的名字 不知道这个貂蝉姓什么 哪来历不清楚 而且貂蝉这个名字呢 其实就随便抓来的名字 貂蝉是什么意思呢 就过去啊 帽子上头 哎 女人过去在宫里戴的帽子 帽子上头有一种饰品 就类似我们现在说 插个羽毛啊 弄个什么 银首饰 那类东西 过去管那种饰品 叫貂蝉 说她怎么叫什么名字呢 因为貂蝉呢 不知道小时候 出生在哪 家世如何 稀了糊涂呢 给弄进宫里去了 打小就弄进宫里去了 弄进宫里呢 当一个小侍女 宫女 管什么呢 就管着帽子 所以人家因为她管着帽子 就就着帽子上面 饰品的名字 给她起个名字 叫貂蝉 是这么个意思 就像说孙悟空上天 人管叫毕马温 他就管马这官 这就是一个说白了 小小官职的名字 那么说貂蝉出生这么寒威 怎么后来能干这么大事呢 那是因为啊 东汉末年 我们都知道 三国一开篇 有十长市直乱 十个宦官 把后宫闹乱七八糟 所以这宫里一乱 这貂蝉呢 就流落到民间上 流到的民间 这时候调缠十来岁了 已经长得很漂亮 被谁发现了呢 就是后来的这个司徒 王允 王司徒 瞧使连环境 这王司徒把他发现了 就给收回到家里 当个歌女 说当歌女 咱都清楚 那女人那个时候啊 是男人的私产 说是收回当歌女 其实就是王司徒的小妾 那后来他是怎么出来 说又跟吕布 又跟董卓的呢 这个王司徒在家里犯愁 他心里头对董卓不满 想把董卓弄死 可是董卓下边能人太多 典型的就吕布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这个人有本事 而且任董卓当干爹 不把他俩拆开 他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 他正犯愁呢 赶上在家里 看着这貂蝉呢 确实漂亮 但王司徒那时候 心里想着国家大事 眉口里女色这事 突然看见貂蝉想起来 我手底有这么漂亮的人 这可是个办法呀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笼络貂蝉 把貂蝉叫在身边的 我平常对你怎样啊 司徒大人对我恩仲如山 好 我准备收你当我的干女儿 王司徒就称貂蝉的干爹了 其实开始两个人是 夫妻管系统 所以说任干爹这事 在中华民族上 有优良的历史传统 你看现在有不少干爹 跟王司徒差不多 不知道 就这么着 他认他当干女儿 想干嘛呢 王司徒下面就使上连环劲 把吕布弄家里了 我请这个军侯吃饭 吕布来了 来了说我这 有个人给你跳跳舞 祝祝兴 就把吊蝉叫上来 这吊蝉一顿没眼啊 使着 真够啊 挑的吕布心里 怎么是把道理 我是今天的演是 在这个舞伍环劲 你将当找争 委门靓中国 又有女王 听来到这 就你髒了 透过 你又问我 motif 漂亮 说这谁啊 王思徒说 这个啊 是我的女儿 我准备呢 把她嫁给你 你看怎么样 那吕布当然高兴了 岳父大人 马上就过夜磕头 说你这么大 回去吧 过几天 则良辰即日 我签字 把小女送到府上 许配将军为妻 吕布向皇天后土立誓 此生此时 愿于貂蝉白头到老 与义父荣辱与共 有为此事 天助地命 万载不复 请义父 专讯我们成婚吧 义父 好吧 吕布兴高采烈 回去等着 第二天 王思徒又请董卓到家里来 也是这一套 貂蝉上来跳舞 董卓这老色鬼 一看马上就晕了 哎呀 太刁蝉了 这 这是 这是小女貂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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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王思徒说了 这就我家里一个歌女 我愿把她呀 送到您府上伺候您去 那董卓还不乐意 我正有此意 跟我走吧 他把貂蝉带过去 吕布到王思徒府上 就气得大骂 说这老贼这么好色 霸占貂蝉 我这口气难除 可惜我们这爷俩 这时候王思徒说了 怎么能算爷俩呢 他认你当干人才有目的呀 他想让你保他呀 再说你姓吕 他姓董 你们俩怎么能算爷俩呢 这话一拱火 吕布说 可也是啊 那我是杀老贼 就这么着才有后来吕布 在这个散朝的时候 方天画几一展 把董卓刺于往下 二位直言吧 我该怎么做 奉天子诏书 诛杀董贼 这时候董卓之乱 在东韩末年才算结束 后来才有群雄并起 曹操元绍刘备这些人 所以说貂蝉 这一前面勾引吕布 后面勾引董卓 等于改变了三国演义 后面的格局 那么正史里头 压根就没提过貂蝉这么个人 也就说貂蝉 应该说是三国演义 杜传出的这么个人 在历史上 如果你能找到蛛丝马迹的话 那也是三国志里边 写了一点 写什么呢 说吕布啊 这人这个道德上 确实有问题 拜了董卓当干爹了 在董卓家喝完酒 调戏董卓身边一个侍女 三国志里记载这么一段 那么这个侍女 是不是貂蝉 或者说是不是罗冠中 写貂蝉的原型 这咱就不可考了 所以貂蝉这个人物 历史上没有 是罗冠中不转出来的 那么咱们下面说这个女人 历史上确有其人 但有意思的是 历史上真有这人 可是三国演义 咱们看两版电视剧 九十年代一版 前一世高齐新的版 都没提这儿 这个女人叫什么呢 姓珍 西图瓦这个珍 叫珍福 我们管她叫珍福人 她名气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曹植 曹操在儿子 了不起的文学家 写过一篇副 叫洛神副 这个洛神副 就是歌颂这个珍福人 那么这个珍福人 我们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但凡过去女人漂亮 光长得好不行 你还得拂有师叔 气字谎 大美人气质各方面都好 一般有什么人鉴定呢 过去管文人默克 叫文人骚克 这些人呢 对女人的鉴赏力很高 你要说两个大文猴 同时看上一个女人 那这个女人了不得 那这个珍福人 好在什么程度 让三个大文猴 同时看上来 哪三个呢 还是一样仨 建安妻子里边 老曹子站三个 爹曹操 大儿子曹丕 下边曹植 爷儿仨都看上了 这一个女 那么说这珍福人 多大能耐呢 这个珍福人呢 本来是袁绍的二儿媳妇 是袁绍的二儿子 袁夕的夫人 这么关渡之战之后 袁绍的失礼 一天不如一天 没等曹操打她呢 她理她先自个儿打起来 窝里逗了 这时候曹操趁机 直接把袁绍 下边她的儿子 什么都给灭了 打扫战场的时候 曹操特地主不手下人 给我注意啊 有件战利品 必须给我弄回来 就这珍福人 曹皮植的自个儿 爹有这毛病 我得给我爹负责任 所以提着刀 找这珍世夫人 交把她杀了 珍福何在 在在那条里 珍福何在 珍福在此 收死 可是一见了珍世夫人 她这刀提起来 眼睛就直了 太漂亮了 下不去手了 当机立断决定 把这珍世夫人 娶回家 你不说小老婆 我的正房 那时候曹皮 还没结婚 你是我的正房夫人 所以这么一来 曹操不好意思了 不能跟儿子抢媳妇 这两个 她儿子把她都娶了 所以只能听知认知了 所以这个珍世夫人 最后成了曹皮的媳妇 所以这也反映 那个时代 你看挺开放 什么二婚三婚的 反正我直接就娶回来 而且爹儿子之间 这竞争 她不避讳 关键 所以这说明 中国人在那个时期 挺开放 就后来宋明理学以后 这个儒家思想 大兴其道了 这中国人才变得保守 那么说 这个珍世夫人 有这么大的魅力 不光是长相 前面我说她有能的 她跟曹皮结婚以后 她觉得自个儿 来路也不是很正 你看还是原来 敌人袁绍那边 是袁绍的二儿媳妇 她为巩固自个儿位置 也挺能巴结 巴结到曹皮的亲母亲 辫夫人 有个典型事例 这是公元216年 曹操起兵打孙权 一到时候 要带着下边的碗辈 长见识 就把曹皮的俩孩子 就珍夫人生的俩孩子 一儿一女 给带到身边了 然后曹皮她母亲 这辫夫人不放心 这孙子孙女 也跟着出征了 在外面打仗 打了一年回来了 再看在家里待着的 这个珍夫人 养的又白又胖的 粉白粉白的 这个辫夫人心里不痛快 就跟自己儿媳妇说 你有一年没见着你的 这一儿一女了吧 这是你的孩子 出去打仗 风霜雨雪的 你不仅不惦记 你还养的白白胖胖 这恐怕不对吧 照理说 老婆婆这么责难 对珍夫人来说 这关不好过 但没想到珍夫人轻描淡写 就给化解 妈你看你这事说过了 这俩孩子出去是出去了 可是是跟着自个儿奶奶出去的 跟着辫夫人您呢 跟自个儿奶奶出去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您比我不强多了吗 这一说 老太太心里高兴了 所以你看这个珍夫人 说话上很厉害 可是这么一个厉害角色 后来下场不好 就是曹皮称帝之后 彻封皇后 本来先娶的珍夫人应该撤风塔 可是这个时候 曹皮对这个珍夫人 多少有点厌倦 是美味常吃不绝的香 这是道理 你看天理爷那媳妇再漂亮 在老公眼里一般 这时候曹皮 宠爱了后来的郭皇后 这郭皇后为曹皮上位 也出过主意 所以就把这个郭 立为皇后 珍夫人不愿意 倒得起锅倒得起锅抱怨 曹皮一看你这长蛇妇 在家也没意思 刺你一杯酒吧 过去我们都知道 刺杯酒不是好事 里头喝点红孔雀胆的 反正喝下去 谢夫人就死了 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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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要这么狠心呢 既然你不爱惜福尔 为什么要逼他嫁给你 福尔 这是真心爱福尔 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真夫人 但三国里边没有对他做展开 好 感谢你回到由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过程会 相反三国里边呢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呢 很重要的女人 有一个不能不提 那就是孙上香 咱都说孙上香都知道 这孙权他妹妹嫁给刘备了吗 后来 孙上香在三国演义里 这名字是后来编戏的人写甘露丝 给他启名孙上香 也顺道呢 把这个中间有个大梅人乔格老 给他启名叫乔璇 其实三国演义里头 根本就没有乔璇孙上香这名 孙上香在三国演义里叫什么 叫孙仁 仁义道德的人 你听这名字不像 不像个女人的名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孙上香 其实没有想这个小说里边写的 很贤德 支持刘备干大事业 愿意追随刘备一生 不是那样 这个孙上香 纯粹是个政治权力斗登的牺牲品 他也不愿意嫁给刘备 你想想 孙上香嫁给刘备说 刘备已经五十有三 孙上香才十九岁 孙上香正当青春 而刘备是个半百的糟老头子 他能愿意嫁吗 但没办法 自个儿哥哥 周瑜大肚子说你嫁 那就得嫁 如果孙刘两家真能结为前进之后 同心抗曹的话 那当然再好不过了 可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 我又只有这么一个妹妹 母亲又视她为掌上明珠 你这叫我母亲 如何舍得呀 如果如实相比 太夫人自然是不会答应 宫谨的意思是 不必禀报太夫人 只是以此为由转刘备入瓮 借此讨要荆州 刘备一旦入瓮 变为人质 有刘备在 官张诸葛亮投鼠即弃 岂敢动刀兵啊 所以这孙上香开始对这事挺抵触 三国志里写两人一结婚的时候 包括洞房花烛的时候 孙上香手底下近百个丫鬟 都攻上弦刀出鞘的 三国志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贝美入心肠淋漓 就是刘备每次到自己夫人那儿心肠淋漓 心里总多的害怕 禀姑爷 我家主人生平好剑 这里有两把剑 一把是好剑 一把是坏剑 请姑爷任选一把 他为什么这样 不是说孙上香天生习武 愿意干这个 他对这个婚姻很鄙处 不愿意嫁给刘备 那后边的事就更别提了 非常悲惨 孙上香跟着刘备到了荆州了 这个婚姻也就维持了两年 刘备呢 带兵呢 打西楚 走了 孙上香 自己在这个荆州 那边孙权一看 赶紧派人 把船什么都弄过来 要把孙上香弄过 弄回去还要干嘛 稍带着把鹅斗带着 当人质 哥这个想跟刘备换荆州 这一点三国里边写了 最后赵子龙结江多鹅斗 赵子龙兄弟 杀的好话 一刀救我 下 上主 我顾下 赵云在江边拦他 你不能走 后来他说我做不了主不要紧 我哥哥张飞 张飞来了 我能做主 你得是我嫂子 鹅斗是我侄子 你怎么说带走就带走呢 所以张飞赵云 结江多鹅斗 孙上香自个儿回东吴了 孩子没带过去 赵云这么负责任 那是当年鹅斗 命就他救的 虽然这孩子撒了吧唧的 但那也毕竟是黄种 不能扔 在这孙上香再回到江东 可完了 为啥 江东人怎么看孙上香 你是我敌人刘备的老婆 那刘备这边怎么看孙上香 你是敌人的卧底 你问于泽成 你是 你到这想把寒凳走 所以说两边都不拿他当自己人 非勤不认他 走兽不认他 孙上香成了蝙蝠 老百姓也能琢磨这事 说你看这孙夫人多可怜 就那么两年 好日子 再回来 那回来才二十一 再往后 自己过了 寡居 成小寡夫了 所以说这孙上香 命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是孙上香的 历史真实面目 你看在三国那样一个年代 一个女人 她的命运取决于什么 完全取决于男人 可惜那个时候 男的也不拿女的当回事 兄弟如手足 夫妻如衣服 拿女人当衣服 但是不论那个时候 还是我们今天 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任何一个女人 如果把自己的命运 完全寄托到男人身上 恐怕她的下场好不得而去 我想这个道理 不光是三国那时候 对我们今天一些女同志 也有一定的启迪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 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